大家好,我是老孙,今天我们来讲神秘的玛雅 玛雅文明古老有神秘,它们属于石器文明 与印加及阿兹特克并列为每周三大文明 玛雅是唯一拥有文字的文明 玛雅人不会使用铜铁轮车,却创造了高度的城市文明 就是这样原始的文明,在数学、天文、历法、艺术以及文字方面都有了极高的成就 如同有人突然降临教授他们一样 史学界的材料表明,在玛雅灿烂文明诞生以前 玛雅人仍潮级数学以鱼猎为生,其生活近乎原始 甚至有人对玛雅是否为美洲土著都表示怀疑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中美洲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渐变或过渡阶段 但其在对辉煌繁盛之时,又为什么突然消失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玛雅有哪些了不起的成就 玛雅人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掌握了零这个数字的概念 比中国和欧洲人早了800年至1000年 玛雅人使用点和横来代表数字 用一个贝壳符号来代表零 考古学家研究玛雅人的数学系统时 发现他们的数学表达与猪算有相似之处 玛雅人创造了二十禁卫技术法 类似的原理今天被应用在电脑上 数字演算可沿用到400万年以后 在威利玛拉的雕刻史著中 记载着9000万年4亿年的数字 玛雅忌日的单位出奇的大 为何要发展如此巨大的数字 这个数字单位大到即使是现代人也用不上 从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 这样庞大的天文数字 只有在现代星舰航行和测算星空距离时才用得上 玛雅文字是用800多个符号和图形组成的象形文字 词汇量多达3万个 玛雅文字非常奇妙 是一种兼有异形和异音功能的文字 是象形文字和声音的结合体 玛雅人还把树皮肚皮作为文字载体 玛雅文字里写的不是宗教 而是历史 记录下来的是皇族人员的诞生 同志死亡及战争 国代玛雅人不知道望远镜也没有哥本尼的日新说 却知道天体的精确运行周期 并和现代极为相近 玛雅人的历法和天文知识究竟精确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的历法非常复杂 有以260日为周期的捉金力 6个月为周期的太阴力 29及30日为周期的太阴力 360日为周期的太阳力 有着不同周期的不同历法 现代天文观测一年是365.2422天 而玛雅人测出一年是365.2420天 与现代指相差0.002天 大约18秒 就是说5000年路差仅为一天 玛雅人费了384年的观察期 算出了584的金星历年 今日计算则为583.92天 互差率每天不到12秒 每月只有6分钟 以如此高的精确度计算出金星历年 实在是不可思议 玛雅的周期是以一年为260天计算的 奇怪的是 在太阳系内却没有一个适用这个历法的星球 依照这个历法 这颗行星的大致位置应该在金星和地球之间 有人推测这个星球就是传说中的尼比鲁 细琴在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遗址中 发现了一张雕刻在石板上的星图 上面标有12个天体 除了古代人类就能观察到的日月水晶火木土以及地球本身之外的几个星球 还有古代人类不可能发现的天王星海王星的存在 还剩下一颗则是连现代人类都没能发现的星球 因此西勤就提出了太阳系内还有一颗没有被发现大型行星尼比鲁的这一假说 而玛雅的卓金利无疑让这个假说显得更加丰满 因为玛雅历法的计算非常准确 所以他们的末日预言受到人们的重视 玛雅卓金利中所描述的有关大周期的预言 大周期指的是太阳系正通过一束来自英俄系核心的银河射线 这段历史时期中运动者的地球就处于大周期内 这是射线的横截面积直径为5125地球年 这5125年被称为一个太阳系 当我们的地球走出银河系射线范围后 整个太阳系将进入同化银河系的新阶段 而地球生命在过去已曾被毁灭四次 第五次太阳系是从公元前3113年开始的 2012年的世界末日之说也是由此而来 那么玛雅所记载的文明有哪些呢 第一个太阳系是马特拉克体力超能力文明 身高一米左右 男人有第三只眼 翡翠色功能各有不同 有预测的 有杀伤力的 女人没有第三只眼 但是女人的子宫有神的能力 女人怀孕前会与天上要屠生的神联系 谈好了女人才会生孩子 这次文明毁于大陆沉默 第二个太阳系是伊厄科特尔 这次文明是上个文明逃亡者的延续 但是人们把以前的事情都忘却了 超能力也渐渐消失了 这次文明的人对饮食特别爱好 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美食专家 所以又被称为饮食文明 这次文明发生在南极大陆 毁于地球磁场转换 第三个太阳系是奎雅维洛 马亚人所推测地球上的第三次文明 也称为生物能文明 是上次文明逃亡者的延续 这次文明的先祖开始注意到 植物在发芽时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经过一个世界的改良 发明了利用植物能的机器 这个机器可以释放巨大能量 该文明毁于大陆沉默 第四个文明是宗德里里克 是上次文明的继承 这里用继承不用延续 是因为这次文明来自猎后座的殖民者 他们拥有光的能力 早在第一个文明时期 这个文明就建立了 后来这两个文明还打了核战争 第五太阳系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前后 我们属于情感文明 太阳系终结的日子 是在2012年12月21日前后 所以说2012年12月21日 世界末日就是这么来的 但以上只有少数的资料有提到过 没有什么现在的理论依据 而且直到今天 我们都生活的好好的 其实2012年那一天 是玛雅历法中重新计时的零天 表示一个轮回的结束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并非世界末日 玛雅人所说的2012年 是这人在精神和意识方面的觉醒及转变 从而进入新的文明 1946年墨西哥考古学家 亚尔伯特鲁茨 在考察帕伦克的一座神庙时 注意神庙内殿的地板上 有特殊与众不同的石板 打开石板后 发现了一处窃踢地道 于是他开始挖掘 经过三年的努力 他的考古队 发现了藏于神庙之下的国王陵墓 并且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陪葬品 以及国王的石棺 石棺中有国王的遗骸 经过许多专家的努力 60年代确认了此遗骸 正是帕伦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国王 巴加尔二世 巴加尔二世灵墓的发现 是20世纪考古学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许多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 玛雅的金字塔是用作神庙 与埃及的金字塔用途不同 但是巴加尔二世灵墓的发现 使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 另外一件引起世人注意的事件 是巴加尔二世石棺的顶盖上 有类似于现代宇宙飞船的图案 虽然经过图案化的变形 但宇宙飞船的各种仪表仍清晰可见 于是 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想 在遥远的古代 美洲热带丛林中 有可能来过一批 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慧生命 他们教授 尚在原始时代的玛雅人 各种先进的知识 然后离开 他们被玛雅人认为是天神 玛雅文化中 令人难以理解的高深知识 就出自于外星人的传授 帕伦克石板上的雕刻 是玛雅人对外星宇航员的离魔 这个图案曾经引起很大的讨论 至今其意义仍然不是很清楚 不过一般严肃的历史学家 仍然认为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神话图案 图案中八加二世正在跌入地府 而它胸前则是升起的圣树 据称1927年 在玛雅遗址中 发现水晶制成的头颅 水晶头颅完全以石鹰加工研磨而成 大小几乎和人类的头颅相同 有人认为玛雅人依照人的头颅 雕成了水晶头颅 展现了成熟的解剖学和光学技术 水晶头颅不仅外观逼真 而且内部结构与人的颅骨构造完全相符 其公寓水平极高 眼眶中发出炫目的蓝光 能够起到催眠的效果 一些迷信水晶头颅神秘传说的人称 地球上有13个水晶头颅 它们是玛雅人的圣物 具有超凡的力量 如果将这13个水晶头颅放在一起 就能揭示人类过去和未来的秘密 乍一听 这个事会感觉更加神秘 而英法博物馆的头颅都固自于法国的古弄商 而后经过史密森尼学会调查 他们收藏的水晶头颅 被推测有制作于近代的可能 有人说是法国古弄商 在德国购买 在墨西哥城贩卖的 为了让人收藏 才杜赚了水晶头颅的故事 这种100%纯净的水晶 就算不是一件文物 其价值也无法估量 玛雅人创作出了令人称奇的高度文明 但是古玛雅文明为何会突然消失呢 至今还没有确定的定论 科学家和考古学家 对玛雅文明消失之谜 提出了种种猜测 一些考古学家 为了进一步研究 玛雅文明的衰落之谜 对13500年前的石损 进行了放射元素测定 通过测量石损的长度 能够揭晓过去2000年里 降雨量的精确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 玛雅文明不是产生在大河流域 而是攫取于火山高地 和茂密的热带雨林之中 玛雅人以玉米为主时 他们没有出现养殖牛马 猪羊的畜牧野 农民也是采用一种 最常原始的刀工活动的方式 来种植玉米和其他种作物 降雨量叫冲贝时期 出现在早期的玛雅文明 当玛雅文明处于没落时期 降雨量则严重减少 并出现大范围的干旱 气候变得干旱 当时引起了政权争斗 伴随着战争频发 社会变得动荡不安 最终玛雅人放弃了繁荣的城邦 走向热带雨林之中 寻找食物和避难所 也有人说 是自然灾害或者是疾病造成的 通常这些都是文明消亡的正常思维 因为他们有了先进的天文和历法知识 有人推测玛雅人是外星人 他们母星发现 他们生活状况不好时 对地球上的玛雅人 进行了太空大转移 得以让绝大多数的玛雅人 前往到另外一个星球 不过这个猜测 也只流传于街边巷尾而已 到今天为止 依然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 当西班牙入侵墨西哥时 由于某些原因 玛雅很多文献都被摧毁 最终现在人只能通过考古 得到一知半解的信息 而这恰恰让玛雅文明 显得更加神秘 上一期来自的答案中 提到了6500万年前 是两只外星种族战争 引爆了一颗炸弹 而炸弹的爆炸地点 就是在墨西哥湾的尤喀坛班岛 说到这里 我个人有大胆的想法 或许并不是一颗炸弹 而是一艘宇宙飞船坠毁了 在坠毁前 发碎了很多逃生舱 这些逃生舱 分布到世界各地 才最终有了人类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姐坏得很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孙 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